痔疮怎么办?学会这几个护理办法,疼痛就白白了,赶紧试试吧,有人会认为患有痔疮不是什么大病,因为这种疾病太常见了,所以我们应该了解痔疮的预防方法,尽量避免痔疮的发生。 那么痔疮有哪些预防方法呢? 接下来,我们请专家为大家介绍痔疮的预防方法。 以下是介绍的痔疮的预防方法第一,注意饮食调节,预防痔疮首先就是不要喝酒,不管是黄酒,白酒,还是啤酒,都属禁忌剧烈,白希腊刺激的食物,如榨菜,辣椒,辣酱,生姜,大葱,蒜头,葵香等等,对痔疮的充血出血都有很大的影响。 痔疮病人应少吃或尽量不吃,从防治痔疮的角度来讲,多吃些蔬菜水果好处很多。 春季怎么预防痔疮例如,菠菜、芹菜、椒菜、西瓜、梨、姜椒、苹果等橘子要少吃? 因为属热性水果,一方面可以保持排便通畅,另一方面又可减轻痔疮的充血扩张。 痔疮术后病人一吃得清淡些,少吃油腻过重或瞬间食品,饮食最好定时定量。 春季怎么预防痔疮?痔疮患者饭吃八分饱,不能暴饮暴食,即饱不匀,预防肠胃的功能紊乱。 第二,养成良好的大便习惯,保持大便通畅。 大便密结,肝硬,便食母症,腹牙迅速增高,静脉疮因此区区扩张,往往造成痔疮破裂,肛门皮肤裂伤,出现便血和疼痛。 便密患者上厕所时,切莫过度使劲,应及时服药经常通便,春季怎么预防痔疮另一方面? 也要防止腹泻,一日大便多次,即使变疼薄也会损伤痔疮。 同时,大便时间不宜过长,便是看书读报的不良习惯要改变。 变后最好用纹盐水清洗肛门,改善之部血液循环。 此外为防治病,提倡坐筒大便,应多亨姿势容易诱发痔疮以致脱根。 第三,适当运动,注意改变体位,这也是预防痔疮的重要方法。 除坐槽,打全之类全身性的体育锻炼外,还需加强局部的功能锻炼。 肛门收缩运动,有称提肛,体自卧调整阔跃肌。 收索,放松当门,一收一包,每次五十下,约三分钟,每日一到二次,可以站着坐,也可坐着,躺着坐,随时随地都可坐。 旁人看不到,此我感觉良好便可,坚持长期坐。 对预防复发很有好处,长期从事久坐,久站,久躲工作的人,最好坐久蹲久了起身走走,站久了移动一下上溪,力求劳逸适度,动静适宜。 以上是介绍了痴疮的预防方法,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。 专家提醒我们,日常一旦出现任何痴疮的症状都应及时的,以免不断的饮食,给我们的患者带来严重的危害。 曾被多方媒体报道的陶氏致病康,二十多种纯植物精华提取而成,纯天然无激素,老少皆宜,直达患处,清热戒度,直养生机。 目前是千万人解决了被争取困扰的痛苦,随着社会的进步,科技的发达,在陶氏已经上线,很方便,又用一次不见效群俄退的口碑,值得一试。 本文旨在提供一般的医疗,健康,用药的科普信息,不能代替任何个人的医学诊断和个人的医学问题,请及时咨询医生,对这篇科普文有任何建议,可以留言。 内容很多前写易懂,适合大众阅读的常用药品和常见疾病知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